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呢,我大概呢,会给五个例子给大家 五个例子给大家,就是有关连续函数的一些例子 它有一些是连续的,有一些是不连续的 那特别的话呢,我们有一个例子呢 它是每一个点都不连续的 然后有另外一个例子呢 它是有理数是不连续的 无理数是连续的 那一般你看到就是这个连续的函数 你大概几个点的不连续 你应该是可以弄得出来 但是现在呢,我们是一个 一些函数呢,它是 你可以想象 有理数是不连续的 然后无理数是连续的 那这个字很难构造 那这些特殊的函数呢,都是有名字的 都是有名字的 那一个叫 Direlate Function 一个叫Tommy Function 那第二类呢,是大概 现在也是19世纪 19世纪的德国的 也是一个大家来的 大市级的一个学家 他在数论呢 跟我们这个维吉分都有很多贡献 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什么叫连续 什么叫连续 意思就是 我们用Epsilon Delta 是比较一般的定义 就是存在一个Delta大于0 这个Delta当然以赖于这个Epsilon 随便一个X在1里边 只要X跟X0的距离 小于Delta的话呢 那Fx跟Fx0的距离 就要小于Epsilon 我要它任意小的时候呢 它就是小 它就是有一个Delta 在这个范围以内呢 它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这个是弱且为弱 我们可以用Sequence来看它 就是任何的Sequence 我还是写那个字 SeqSequence 它在1里边 Xn趋向X0 就会导致Fxn趋向Fx0 非常简单的一个叙述 非常简单的叙述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定义 就是如果我的E是等于一个I开区间的话 如果E是一个开区间 则我就有呢 这个所谓的连续呢 是相当于 这个Limit Fx当X去上X0 就是刚好等于函数在那一点的值 那这个就是连续的几个重要的等价的定义 那利用这些定义呢 我们是 这些所谓的等价定义呢 我们是 在上次呢 就是讲了一些连续的性质 连续函数的性质 比如说加减乘除 如果各自F跟G都是连续的话呢 加减乘除都是连续 这个我们知道 那然后还有最后我们讲了合成 也知道 那今天呢 我先开始的时候呢 我做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 讲这些连续 比如说 绝对值函数 绝对值函数 我们画出来它 它根本就没断嘛 所以它是 它是连续的 那你用epsalon delta来证明这个连续呢 是蛮简单的 因为我们看一看 如果 那个固定一个 随便选一个x0 好 我先 我的命题是什么 我的命题是 但是这个函数呢 在整个real line上面呢 都是连续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男儿子看不清楚 是在这个特殊的条件底下 他们是等价的 不是不是是这个跟这个等价 当然了 就是等价了 这两个是没有条件的 这个等价我们星期一的时候有导过是说 当我的刚好这个e呢是一个开区间的时候 我每一个点都可以讲limit 每一个点都可以讲limit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但是如果e是一些特殊状况 比如说它是一个b区间 你的左端点 这个limit是undefined的 是没有定义的 我只能说右极限 左极限 所以我就不能这么简单的去叙述这个所谓的连续 对于那些点 对于那些点 那这个是一个更精确的一个描述 那我们有一些1呢是 我这里1譬如说是这个东西 或者是有一个1 我上次不是讲了一个123的例子吗 那个怎么讲limit啊 那个认真来说这个limit都不存在的 哪有limit啊 哪有limit啊 123 三个点 你在e附近有没有什么x啊 没有x啊 怎么有趋势 没有趋势啊 所以这个某一点 某一个意义底下就是 那个是自动连续的 那种函数我们是自动连续 如果你是个列的 但是我们还有负载一点的 比如说 我n分之一 走到0 那0这个点的连续 就有些事情可以谈的 那就是这个趋势是可以讲的 那 是那 那 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用epsilon delta是一个比较 比较一般的 那个连续的那个 这个定义 只要一般状况底下的那个连续的定义 它是比较一般的 那 如果你是 刚好是一些区间 是开区间 就是limit 如果你是B区间 从这里的看法呢 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就是说 但是代表就是 里边是limit 左端点是右极限 右端点是左极限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也不能就 简单的 用limit来说 这个是连续的定义 那对于这个左端点 右端点 这句话是讲不过去的 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看domain 要看这个定义欲 如果定义欲好的是开区间 三个都对 但是如果这个定义欲 没有那么好的是B区间 那你要用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要很小心了 其他两个都没有问题 是这个意思 OK吗 所以上次就是你发现讲的 那一个离萨的那个函数 它是连续的 是根据老师写的第一个 X跟Delta的定义 所以如果 就像老师讲的 那我如果要用直线来看 就是用它的那个 limit就是直线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不连续的 因为我没办法 构造它在连续的那一点的 左直线跟右直线 那个时候 那个就不是连续的定义 它不满足这个要求 你要这样子说 不满足这个要求 是啊 但是你不能讲 它不连续啊 它是连续啊 可以吗 老师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它 所以那个还说的 Domain它不满足 它的Domain是 是一个open意义的 是啊 是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说 这个就是连续的定义 我们不会这样说 所以我这个定义是一致的 我 讲这个的时候就是说 当这个limit是可以讨论的时候 你的定义欲使得这个limit是可以讨论的时候 那你这个是有效的 当你的定义欲是所谓的不好 不好的 我不能讨论这个limit 比如说你这个定义欲是 只是在右边有点 左边都没点 我根本不能讨论limit 这个limit自动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 那 我就不能说这个就是连续的定义 所以我们这个定义是有局限的 有局限的 可以吗 这个状况呢 就是N分之一这样子我们走向零 是比较少见 但是这个状况是常见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 所以他也会这样子讲 就是说 你是连续在一个B区间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中间是连续 中间是有limit 左边 这个等号就变成是右limit 在B那个点 比如说这个是AB B区间 就是左极限存在 那就三个条件 分三段 来说 它是连续 当然也是等价嘛 因为星期一的时候 事实上我有讨论这个状况 就是一样的东西 那看不同的书 那无论如何 就是Epsilon Delta 是最一般的 那当然 这里呢 各有各的好处 那 那我们也不能否定别的某一些状况 这个是有它的方便性在里面 OK 这三个 都应该要记下来的 OK 我们回来这个 你当然可以用limit来定义 因为这个r当然是一个开区间 你可以用limit来定义 也可以用Epsilon Delta 我这里拿去Epsilon Delta 我这里拿去Epsilon Delta 那就是 你要 对每一个点都连续 所以你先固定一个随意的点 这个X0是随意的 那我希望就是 就是HX 这个跟我们的那些 前面的那些做法呢 是一致的 我希望这个HX 跟HX0是接近 先估算一下 它们是什么东西 它们是X绝对值 减X0的绝对值 那 这个不等式呢 这个绝对值里面 也有绝对值的差异 事实上这个我们有弄过的 那 我可以这样子看 就是说它是 等于这个 或者是等于这个 就看里边的谁比较大 是不是 所以它是 这两个 比较大的那个 可以这样子看 而每一个呢 都比X-X0 是X0绝对值 要来的小 那用一个三脚不等式 我们就看到了 在上次的 Quiz里边呢 我们也做过 类似的东西 所以这里呢 我不详细讲了 所以 事实上很简单的 从这里 如果你熟悉的话 你可以从这里跳过去 这里 没有问题 而这个就是原始的 这个Delta嘛 那我说 它要小于Epsilon 那也很简单啊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 对于Epsilon大于0 也就是Delta等于Epsilon 对于所有的 X在R里边 只要X跟X0 小于Delta的话 那我的 HX 跟HX0 那我的填充游戏呢 就 就完成了 我这里写的 比较详细 那你如果 挑掉一两行 事实上是OK的 尤其是重点 就在这里 如果你现在熟悉的话呢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同学可以 越来越简略 那个是好事来的 这个填充题是 是成的 这个是大于0 然后 X-X0 这个 那就 结论 就是 H呢 这个函数呢 is continuous at X0 那既然X0是 任意的 所以 它在每一个点 都是 都是连续 我们就说 它是在 L上连续 since呢 一般的书都会写这句 那这句呢 有时候我们会漏掉 就是 是 任意的 它是 任意的一个点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 H呢 是 Continuous on R 它既然是一个任意点 那所以 在任一个点 它都是连续 那就是 在R上连续 这也是第一个例子 从这个例子呢 从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 晚一些东西的 因为我们在 上次上课的时候呢 有讲过就是说 连续函数的 重合也是连续 所以 假设我现在呢 F是从 E到R 那是连续的 那我又知道 连续函数 绝对值函数也是连续的 所以 我就可以 定义 这个所谓的F绝对值 F绝对值的X呢 是等于Fx 这个是定义来的 这个是一个函数 它在每一个X的值 就是等于Fx的绝对值 而 现在呢 如果 我用H来表达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 H跟F的一个合成 你先通过F找到值 然后拿绝对值 所以这个是合成 我不用多说啦 两个连续函数 的合成 当然连续嘛 所以 它就是Continuous 对不对 By 我们的前面的定理 应该是3.8 两个函数的合成 就是连续 那这个就是它的好处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定理以后呢 你就可以 已经验证清楚了 它是 所以你碰到这种状况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就 引用定理来说明 我们想 想说 想 就是来说明这个事情是对的 就不需要再证了 对不对 更复杂一点 假设我的FG都是连续 它是E去R楼的 那我考量一个叫做 Maximum of FG 或者是Minimum of FG 我说它们世上都是连续函数 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 画一个图来看一下 刚才呢 我们这个F绝对值是什么东西 用这个来看的话就很清楚了 这个F绝对值就是将负的东西 如果这个是F 这个是有点像口三函数 所以像无所谓的 那你就是将负的东西翻去正 对不对 那就是所有的 大于零的 这个就是F绝对值 函数 那如果你是F的 F跟G的 比较大的 比如说假设这个是F函数 这个是G函数 那它的 所谓的 两者较大的函数 这个我想 应该是 非常直观的 是指什么呢 是指 这个所谓的 Maximum FG是什么 就是 两者较大的 就是当然是这里嘛 是不是 对不对 在同一个定义域上面 这个 这个 橘色的 就是所谓的 Maximum FG 它们会断吗 你就看这个图就大概 你会猜得出来它不会断 它是连续的 但是怎么正呢 如果你真的是用Epsilon Delta 或者用Sequence 或者用什么东西来正 都蛮累的 那如果你有看书上的习题的话呢 事实上有一道习题就是 我们有一个Trick 这个Trick就是 这个所谓的Maximum 事实上可以用 这些绝对值啊 加加减减啊 层层出处来给它 表达的 那 呃 这个Trick在哪里 Trick就是 我这个Maximum FG呢 是 它对每一个X来说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我要看谁比较大 呃 我实际上不用写X了 这样子比较简单 我们看看这个 F跟G的一个组合 F加上G 再加它F减G的绝对绝在除二 假设 假设某一个点 F比较大 F比G大 那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数 F比G大 所以这个绝对值呢 就等于F减G 这个G就消掉了 有两个F 除二 等于F 如果不是 如果是G比较大 那这个绝对值就是G 减的 那你看F就消掉 这个值就是等于G 对不对 做完了 所以它是等于 F 如果F大于G G 如果G大于F 那相等的时候 事实上无所谓啊 两个都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 就是maximum 你将它的差异 再加进去 然后 拿一半 那就是 当然是等于较大的值 那如果我这样子写的话 它连不连续啊 当然连续啊 F连续 G连续 F加G连续 F减G连续 这绝对值又连续 加起来再除二也连续 连续 这样完 你看多方便 如果你这个用Epsilon Delta 来做的话呢 你就很累了 那所以怎么样选择一个简单的办法去说明事情是重要的 哦 哦 那所以 哦 这个 is a continuous function 哦 by 哦 前面的example跟3.7 3.8 哦 哦 ok 那 呃 同理 我这个minimum呢 也是一样 这个minimum就会是等于 F加G扣掉 他们的差异 所以是弄小一点 啊 给他弄小一点 这个 呃 我想 呃 不用多解释了啊 当然呢 前提是 前提是他们每一个都连续哦 哦 啊 这个是前提 哦 才 还有这么好的性质 那 ok 所以这个是 第三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有趣的 呃 但是 还不够精彩 我们下面那个例子才精彩 这个是所谓 这个是所谓 derellate function derellate function 嗯 它怎么定义呢 它是 是这样子定义的 是零一的函数 如果它是有理数的时候 它等于零 但是无理数的时候 它等于一 哦 所以 它是一个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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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密密麻麻的点 在零那个地方 跟一那个地方 哦 哦 但是呢 每一个点都有动 哦 这个函数是连续还是不连续 怎么看 比如说 我看二分一那个点 二分一那个点是一个有理数 函数值是在零 嗯 当X越来越接近二分一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啊 当我走向二分一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 跳来跳去 有点像是这样的 会不会是这样的 啊 你 你 你 无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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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 xn 是有理数的话 你都是零 可是呢 如果你 xn 是有理数的时候 你就变一了 所以 呃 你如果连续的这样子看的话呢 有一点像是跳来跳去的 而且一跳就跳一格 而不是说 你如果是 譬如说你跳来跳去慢慢的平息下来 那就还OK啊 这个也可能是连续 但是 你这个是定量的跳跳跃 所以 呃 大概就不会是连续 哦 那 呃 对 同理呢 如果譬如说 我现在呢有一个 呃 更二分之一 那是一个无理数 更二分之一大概是0.7左右 更二分之一 它是函数值是一的 你在附近 怎么样近 你都可以找到一些有理数 它的函数值是0啊 哦 跟它距离 等于1 它有越来越接近的那个意思吗 哦 现在在里边我可以用limit的看法了 哦 它有没有越来越接近的意思 哦 那 所以呃 都不对 那这个就是 第二类方式 它每一个点 无论是有理 还是无理 都不可能是连续的 你都 不会有 不 你都 任何点都没有一个一笔化的 那个 这个可能性 哦 是这样子 好 要说明这个现象 用什么方法会比较好 那 我想也蛮明显的 用sequence来讲这个呢 是比较好 哦 有问题吗 用sequence来讲这个东西是比较好 所以我的命题是什么 我的命题就是 F 在任何一个点 是任何一个点哦 每一个点都不会是连续 啊 那我们看到有几个点不连续的函数蛮多的 但是每一个点都不连续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 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找了 好 我要说明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用sequence的角度来讲这个 当我们 尤其是讲不连续的 没有limit的这些东西呢 用sequence很好讲的 哦 它是一个很方便的语言 去说明相关的事实 啊 啊 好 啊 所以 我 事实上两个状况嘛 第一个就是如果 x是rational 那我可以找一个sequence 比如说x二分之一 啊 我可以找一个sequence去逼近它 这个sequence是不是保证呢 当然保证 因为 呃 以二分一来说 为什么因为就是 呃 我我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要说明它不连续 我怎么说呢 我找到一个xn 去上二分之一 然后这个是 有理的 所以呢 呃 这个有理的不重要 我要找一个无理的 啊 找一个无理的 那那就 那就成了 为什么因为 如果无理的话呢 fxn等于1 可是这个这个f呢 就 不去向fx2分1 不是吗 啊 这个fx2分1是多少 0啊 哦 它是有理数 是0 那你只有一堆的值 一堆的点 它的函数值都是1 而这些点呢 是越来越接近2分1 那这个就跟连续函数的 那个所谓的数列的那个讲法呢 是一个等价的定义呢 是不吻合的 哦 那我们xn去向x0 那可是 现在这个失败 所以 怎么样 它在x0那个点 就是 不连续 是这个意思 哦 所以 哦 哦 然后这个xn 是不是保证有 是保证的 因为 什么 因为 无论有理数 无理数 都是丑密的 这个是我们在 开学的时候呢 有建立过 哦 你怎么小的区间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无理数 在里边 哦 是这样子 所以 我怎么说 我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 你怎么说明这个事情 就是 用n分之一 一个越来越小的 一个简单的数列 去考虑 哦 那 since呢 就是 这个 这个无理数集合 是 在r上 重密 我们就是可以找到 一个 xn xn是在什么 就是 x0 减去n分之一 跟x0 加上n分之一 这个区间 这个小小的区间 那那个点呢 是xn 这个区间 我们 我盛防呢 这个x0 可能是在边界上 所以呢 我就 要求就是 这个区间呢 我是 放在01 那这个还是一个区间呢 事实上还是一个区间 那 它是dense 一定就是有一个 无理数 在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边 就是交这个 我想就 就就就就这样子说吧 这个无理数 这个xn 这个xn 是成立的 所以 so 就是 这个xn 是一个sequence 每一个n都做这个 我就组成一个sequence xn 而且呢 这个xn 是 xn 是 xn 是跟x呢 是 距离是小于n分之一 从这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是这个样子 意思就是 这个xn 需要趋近于x0 那就ok了 因为 xn虽然趋近x0 可是我的fxn 既然它是无理数 它一定是1 永远都是1 永远都是1 for all n 那 这个是不会去向fx0 因为那个函数值是0 永远掉的高高的 在1那个点 不会有一个极限等于0 不可能的 结论是什么 这个f就不可能在x0这点连续 是这样子 那 同理 如果它是 事实上 当然后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 因为这个x0是任意的 所以在任何的有理数 都不可能是连续 那 同理呢 如果xn 如果x0 是irrational 它是无理数 就是q交0e 使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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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yn 是 跟这个x0 距离是小于n分之1 这个当然可以做到 类似的 由于这个稠密这个事情 那 然后 有这个事情 可是fyn 它是 它是 有理数 对每一个n 都是等于0 那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可能是收敛于fx0 现在的x0呢 它是无理数 它是等于1 这个 是这样 那 结论是什么 就是 f也是 我应该说 也不是 在x0 这个点连续 那 结论 它在每一个点 都不连续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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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例子 它是 任何点 都不时连续 下面一个例子 是 更古怪 它是 有理数 不连续 无理数 却 连续 那 这个是一个 有名堂的 叫tommy function 靠tommy 我今天早上还是去找一找资料 那 当然 Riemann就比tommy来得有名 有人叫 也有少数人叫Riemann Riemann函数 但是 现在是越来越多人 还是将这个功劳归结到tommy身上 那 Tommy本身不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家 Riemann比他有名的多了 那 大家在学积分的时候 当然有学过 Riemann Sum 黎曼 黎曼和 就是这个Riemann Riemann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820到1861 只有41岁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开创性的一个学家 他是有开创性 他不算是非常严谨 因为呢 后来他的某一些所谓的证明里边呢 给那个Wirestras找到虫 Wirestras给了一个反例 你这样子推倒是不对的 主要是说 你用的这些极数有可能是发散的 那在Riemann的时候呢 当年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什么 收敛啊 发散的那种概念 他们反正写成一个 一个系列就OK的 但是Wirestras 是一个就是 一个以严谨有名的一个学家 那他就提出了很多例子 所以现在呢 我们做系列的时候呢 做极数的时候 是非常小心的 加减乘除啊 他的收敛区间 这个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课题 那 那 那Riemann跟Wirestras 是同代的 算是同代的人 算是同代的人 那是 是 是这样子 但是Riemann 无论在集合啊 在维基分上面 当然贡献也是 也是非常大的 在他算是短短的生命里边 那是 那是 有很多火花在里边 这个函数怎么定义 也是01 那也是有理书跟无理书分开定义 但是呢 要复杂一点 无理书是0 有理书的时候呢 有理书的时候呢 是一个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是画到最简的 他们没有公因数的 英文呢 就叫reduce form 是这样子一个定义 那 然后呢 这个是 x呢 是在 是一个 无理书的时候呢 是等于 所以 呃 这个函数是 是 是怎么样子 这个函数是 他 无穷点 是等于0 哦 然后呢 其他的点呢 就 有理点呢 就复杂了 他大概是这个样子 他 这个是1分之1 然后 这个是 2分之1 然后 他在 1的时候 函数值 就是等于3分之1 他在3分之2的时候 函数值也是3分之1 同样高度的 然后4分之1的时候 呃 有一个4分1 跟4分之3 因为4分之2呢 只可以画得更简 他们同样的是 4分之1 这个点就是4分之1 哦 然后5分之1 2 3 4 6分之1 7分之1 8分之1 哦 那个值呢 越下呢 是越多 哦 所以这个合起来 这个是不是函数啊 当然是函数啊 哦 因为他是 每一个点 没有定义欲都有值啊 而且是清清楚楚的哪一个值 它是一个函数 它是连续吗 看起来是 都不连续吗 不是吗 不是跳来跳去吗 啊 你这样走过去 不是跳来跳去吗 哦 可是呢 我们的命题是什么 好 我这样就写吧 它在每一个无理点的时候是连续 它在每一个无理点的时候是连续 但是却在每一个无理点的时候是连续 哦 那我们先背一下 然后我们来说明 呃 为什么这个是对 它在 无理点的时候 无理点的时候 寒数值是零 是连续的 它在游理点的时候是不连续 这个游理点不连续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比如说你在 你游理点每一个点啊 它都是掉在上面 它附近有很多无理点 寒数值都是零 它跟它都有一定的距离 啊 都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距离不会越来越小 所以呢 是不连续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它在无理点的时候呢 却是连续的 哦 我们先break 好